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 连续在外面浪了好几天 今天我准备老老实实在家做贤妻良母 给他们煲汤 早上送妹妹上学 她问我圣诞节的时候 圣诞老人有没有礼物给她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把她送到学校 我就来准备买菜 突然发现还有两张麦当劳的券 那就先来吃个早餐吧 我要了个鱼柳包套餐 36块 剪掉20的券相当于自己付了16块 我把手机放到那里拍视频 成功的引起了旁边大叔的注意 他说你怎么拍自己能不能教教我 我教他把摄像头转过来就行了 然后他在那里自拍了半天 最后说下次还是化个妆再拍吧 这大叔可真幽默 吃饱饱来一楼菜市场 买了点骨头58一斤 这个耳菜好新鲜的感觉 16块钱一斤 今天有Amy喜欢的芝士面包 再来买一只竹丝鸡 65块 我发现他们家很多鸡都是无激素的 还挺好的 今天这一堆起码有四五斤 一路提在手上 我都感觉我的老腰在隐隐作痛 这个乌鸡我把鸡腿和鸡翅挑出来 给他们焖菜吃 其他的就拿了煲汤 网上有人说乌鸡不用焯水 但我还是焯了一下 因为真的很怕鸡 今天插了一盒新的花旗生 来一点麦冬 主角是石壶 来一片陈皮 所有的原材料最后就是这些了 这个玉珠我没放了 我感觉这个整块的好硬不好切啊 估计得提前泡水 把材料全部丢进去 找转接头又找了半天 香港英式的插座 我们家很多家店都是内地过来的 包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才发现这个锅只有1.5升 我隐隐担心这个汤不够喝 我提醒Amy 我买了芝士条给她 今天中午哥哥还是半天 只用做弟弟一个人的饭菜 她做了四季豆炒肉末 我还有任务呢 过几天佛山的同学过来找我们聚会 我负责订餐厅 要提前预约 本来想订那个100多米的顶楼餐厅 结果人家在福田 我们的据点在南山 后来发现一个很有古风韵味的火锅店 我就不信 能有女人不想出片 果然就一致通过了 现在烤怎么样 本来还想下午母慈子笑一下 结果人家还挺忙呢 我来浅浅喝碗汤吧 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无敌的可以 我来试一下这个石壶 就像是吃草的感觉 听说秋天吃石壶是非常好的 三点哥哥回来了 也给他喝上一碗 我来充电半小时 结果今天睡得不深 三点半拿点零食去接妹妹 今天要去拿快递 所以早点出去 路上偶遇了刘老二 他对今天的四季豆炒肉末 表达了极高的肯定 我来拿个快递 感觉我都很久没逛送赋商场了 这个阿迪居然有两双做八折的活动了 我觉得我可以入一双这个鞋 或者紫色或者蓝色 不过得找个搭子 耐克这个裤子249 我觉得价格很好 可惜没有小马了 这个中马太大了 然后再来万尼买个安美鹿回家涂腰 准点来接妹妹 今天同学妈妈送了一个甜甜圈给她 她回赠了一个可以细的果冻 我找了个有靠背的椅子 靠着就能舒服一点 爸爸一回来 妹妹就跟她说 明天不想去科学馆 最后我这1.5升的锅 包出来就只有三碗汤 真心不够喝 我需要一个锅 大概能包10碗汤的样子 最后我只有一碗 三碗了 揉一揉把爸爸拉出来就不痛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论不论把盘子的呀 是不是啊 那你回到库子妈妈看一下 走我们去厕所 回到库子给妈妈看一下 你把我包到厕所里面去了 到库子妈妈 到库子里面去 谢谢观看